對於任何的指控沒有影響 我覺得這就是因為 對他來說這是微不足道的日常 因為他可能每天都這樣 每天都有一個新的受害者 每天都有很多受害者 在我受到某個經紀人的性侵未遂之後 我以為我找到了救命稻草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演藝圈的大哥哥 結果沒想到是另外一個魔爪 之後他就載我到一個很暗很暗的公園 那他在大庭廣眾之下 把手滑進去摸我的胸部 從下面這樣子穿上去 然後摸我的屁股摸我的嘴 完全不顧我的感受做這件事 陳先生的一句沒有印象 又再一次刺中每一個活在他魔爪隱隱的女生 所以現在才有很多女生跳出來 一直跟我講說 你絕對要讓他道歉 你絕對要讓他承認 這麼多人發生了 為什麼他還是不承認 一個忘記 兩個忘記 我就不相信三個四個五個十個他還是忘記 然後還有 我在我的Facebook的PO文 有很多人在檢討受害者 包含我的穿著 行為舉止 我覺得任何人的行為都不能夠 當成別人引來犯罪的證據 被認為暴露就應該被性操擾嗎 我覺得不應該 人跟人之間需要多一點的尊重 即便是家人 夫妻情侶 都一定要互相尊重對方的選擇 有一個女生說 我是受害者 大概七八年前 我跟她一位臉書跟微信認識 覺得她是很親戒的大哥哥 某天下班時間回來 她來說要接我 順便送我回內湖 大家都知道她住內湖吧 因為很多女生都被她帶去內湖 她趕進來我的大腿上 一直摸來摸去 然後說她很愛絲襪 接著她開始開到市民大道地下停車場 把我拉進去身上廁所 就在裡面進行的一切 無套中出 包含很多受害者 最早的是在2003年 她剛進電視台工作的 然後也是一樣被性騷擾 然後甚至更嚴重 把她帶去內湖的家中 說要拿東西 說你陪我一下 然後說要拿東西 結果強壓在對方身上 對方後來是逃出來 直接上計程車走 可是因為她在電視台裡面實習 所以她不敢講這件事 這件事也快被她帶進觀察